我没有一个打无痛的 日本女性好伟大 完全自然产 有机会我们有第二胎 要看我的身体啊 看你的身体 那之后就买了一个宝宝的摄影机 你觉得它这个姿势很可爱 表情很可爱 你也可以自己去这样拍照 大家好,我是阿古 阿古 今天呢我们想聊一下 关于台湾和日本的生产上的文化差异 那我们的儿子现在已经快一岁三个月了 差不多 那我是从怀孕到生产到现在 几乎都是在台湾就是生活的 好像只有一次是回日本回去 因为一来也太久没回去了 二来要办一些一些手续 对对 有在日本有检查 其他几乎都是在台湾进行 对那首先我回日本这一次 就有发现了一个文化差异 就是日本不会主动的去跟你提议说 要不要检查糖尸症这个项目 其实之前听Shoko讲之后 我才发现 台日方面这文化真的差很多 因为在台湾产检啊 其实就是你暗部就班 大家会跟你说 第几个礼拜要去 那下次来是什么时候 那每一次要检查什么 其实项目都蛮多的 包含糖尸症啊 还有你要不要自费做一些罕见的 这个基因检测 我觉得这个都很重要啦 因为我自己的观念啊 如果你把小孩子他天生有点缺陷生下来的话 如果你是可以提早知道这些这个事 避免发生 就觉得对小孩比较好 不然也会造成他未来生活的不便 对对所以我们 当时我要回日本那个月呢 是本来要在台湾检查那个糖尸症的 但后来发现 如果在台湾检查的话 有点太过早了 对过早 那我们就想说在网上查一下 在日本有没有做糖尸症的医院 然后后来查一下发现 就是几乎找不到可以做糖尸症的 就很少 在日本有那个刑法嘛 然后刑法上是有那个堕胎罪 堕胎是22周以前是可以 但是不能说就是 你的胎儿有问题 你就是去堕胎 懂懂懂 对吗 应该 国家就是想说 就算检查 他是糖尸症 但是 他还是生命 就是希望你生下来这样 那第二个差异呢 就是 孕妇会照超音波马看宝宝的状况 那我有回去日本一个半月嘛 在日本有做了一次超音波 但我在台湾的时候 你记得我第一次就是 刚几周的时候 就是用腹部的超音波 其实从头到尾好像都是腹部超音波 对啊 所以我也习惯以为 只有腹部的超音波 那我在日本做的时候呢 是叫做音道超音波 就是从你的下面 放你那个子光 就比较侵入性啦 亲入式的 我当时真的有吓到 因为还有 就是有大妈妈了嘛 然后你肚子里有一个宝宝 我当天就做完之后超不舒服 因为你会紧张 如果子宫有什么时候说 胎儿也会有情绪吧 就会觉得有人要伤害你 本人的 天生的本人 听说日本是怀孕五个月之后 才会去用腹部的超音波 所以这样讲下来 其实两国女性生产的这个福利 跟环境这个有差 这个是要给台湾一个赞 对不对 真的 特别是到要生产的那一刻 你才会知道台湾生产根本是天堂 这个我也是后来知道的 因为我也是第一台嘛 然后在台湾生产的时候 医院就有提出说你要自然产 然后还是剖腹产 然后自然产呢是有完全无痛的和减少那个痛的方式 那我肯定就是显得完全无痛 我又生完就有跟阿格力说 我真的完全没有感觉到痛 没有感觉到牌已经出来了 一来也是生很快 二来那种完全无痛 就是说它会有麻药 那你觉得痛的时候你就压一下给药 对 然后后来就是跟日本的妈妈朋友们聊天 他们会问我说生产的时候是不是很痛 你说没有也没感觉 我说完全没有痛 他们说怎么会 我就说我有打完全无痛 然后真的后来才知道我身边那些日本朋友 没有一个打无痛的 连剪那个痛的都没有打 日本女性好伟大 日本人是不是这样来训练妈妈的 完全自然产 真的是自然产 其实真实状况 我不是很了解 但是就感觉好像日本为什么没有跟台湾一样 因为台湾的医学都是跟日本学的 照理说日本医学也是非常先进 甚至更好 对阿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日本对女生很不体贴 就是对孕妇的感受 所以真的有机会我们有第二胎 要看我的身体阿 看你的身体 也要看我的身体好吗 看你的身体 觉得自己好像老了 好笑 好那最后呢我觉得月子中心 也是两国差异很大一块 对阿应该这个 有些人应该已经知道 日本是没有月子中心的 就是它有啦 但是它并不是一个普遍的文化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也不觉得说我该去做月子 对 你在台湾的话 跟大家说你没有做月子 大家会觉得 大家会觉得 欸你没有做喔 你是神力女超人吗 对对 但是在日本的话 说你有做月子的话 大家会说那是什么 没有这个观念 对 其实是有但是 几乎大家都没有去必用这样 那我们在月中心 都有照顾宝宝的人啊 但我们回到家之后呢 就是只有我们两个去照顾少爷嘛 所以我们回到家之后 就买了一个宝宝的摄影机 欸我觉得这个就非常重要 因为 对 其实如果你要一直待在小朋友隔壁的话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 比方说妈妈也要做饭啊 洗衣服 做家事 爸爸可能也要上班什么 所以有一台好的摄影机就非常重要 对对 那我们找宝宝摄影机的时候呢 有看到很多牌子的摄影机 但最后是买了这一台 KUBO AI的宝宝摄影机 因为它的功能有很多 而且就是外观 我觉得很可爱 就选了这一台 那这个宝宝摄影机呢 我们都会放在这个少爷的 央儿床的这个上面 其实它固定的还蛮稳的喔 对 就买的时候它就会有给一些配件 它有专属的支架 很方便 而且你看它很可爱 这是一个小鸟 然后它的摄影头是在这个下面 这个摄影头是可以这样移动的 这个功能真的很方便 就是如果你的婴儿床 比较大一点 你的小朋友也喜欢滚到一个角落 对对 而且这个摄影机 它功能很多 它不只是可以知道宝宝窟啊 或者有什么盖在他的脸上 我觉得这个功能真的很棒 因为刚小朋友的时候你很怕它 这个被自己翻身 然后窒息 有这样的风险 对 它精测超敏感的 就有一点点 就有盖到他的脸 它马上会痛症 这个功能叫 口鼻侦测 如果嘴巴鼻子有被东西盖住 它就会手机APP跳出警示 对 那我觉得它有其他很多很好的功能 比如说它是可以跟我们的家里分享 这对我们两个超重要 因为我们住在新北市 对 但是休克的妈妈在东京 在东京 然后阿格丽的爸妈是在平东都很远 那时候也就很小的时候 几乎都会在这个床上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我们都有分享给我们的爸妈 可以及时的看到可爱的模样 他每天还会帮你拍摄小朋友一些照片 生活记录 我觉得超可爱 而且厉害的是 他们不是单纯的拍 他们会找宝宝很可爱的表情 或者哭哭的表情 觉得那个城市都有设计过 很厉害 对 那另外呢 他还有可以知道室内的温度 还有湿度 这个也蛮重要的 我们少爷啊 出生一年以来 完全没有感冒过 我觉得跟这个功能有关系 我们就看到温度过高过低 就会马上去开暖气或冷气 对 后来发现这个湿度啊 气温真的蛮重要的 比如说 有时候他哭哭啊 就发现哇 因为湿度太热了 或者太干了 他都会醒来晚上 不舒服 对 我觉得现在摄影机 不能只有摄影机 你一定要结合APP 这个摄影头啊 我很喜欢一个功能就是 睡眠的记录 对 睡眠分析 像这样 他都会显示 昨天睡了几个小时 然后中间有醒了几次 还有爸爸妈妈有看他几次 这样 我都会想去看他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 比如说昨天晚上 这样 就能看到他的睡姿吗 对 所以这个其实不是只有Live 他还会帮你录影 有几个小时 你可以回播 对 而且你觉得他这个姿势很可爱 表情很可爱 你也可以自己去这样拍照 或者这样录影 真的很多功能 无价的回忆 那他这个小鸟的背面呢 有一个按钮 这个就是小夜灯 现在是白天 所以你看不出来他很亮 其实亮度还是蛮够的啦 我们把灯关掉一些 这个小夜灯很神奇 就是你完全黑的时候打开 他的那个灯啊 不会刺眼 但是会看得蛮清楚的 就是蛮柔和的 那除了夜灯以外呢 有一个功能很久没用到 现在回想起来蛮贴心的 就是这个安眠曲啊 对 他有很多 比如说白噪音啊 还有那个摇览曲 我现在设定的是日文 但是他也可以设定是中文的 小时候真的很好用 好那今天呢 我们的影片就是有聊一些 关于台日生产上的文化差异 我觉得我也很幸运 就是可以嫁给台湾男生 然后可以在台湾生产 不然你就不能无痛分明了 哈哈哈 真的 大家有什么想知道的其他文化差异 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那大家下次见哦 拜拜 台湾的品牌摄影机也要支持哦 哈哈哈